《小女飛刀》 例不虛發 相信大家都記得 古龍武俠世界裏面 李尋寬的飛刀十分準成 對手都成為刀下亡魂 在現實生活裏面 暗氣真的有 飛刀更加是常見的暗氣 中外人士都有練習 不過好像武俠小說那樣 將暗氣形容得可以致人於死地 又或者威力帶到 可以致人於死地 令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就有點誇張了 目前很多中國古代暗氣經已失傳 取而代之是現代的日常用品 但現在帶大家去看一班 壞人司法暗氣 他們都經過專人指點 小朋友就不要亂學了 凡接觸過武俠片 又或者武俠小說 一定知道有暗氣這件事 老實說 暗氣在江湖上的明星不太好 原因是這些短小靈活 隱蔽性強的武器 趁敵人不備時暗中司法 好像陰陰濕濕的不夠大方 所以習武之人 較少專攻鍛鍊放暗氣 現代社會也甚少推廣 有人甚至以為暗氣 只是電影編劇 又或者作家虛構出來 但其實真有其物 時至今日 仍然有人使用暗氣 例如多倫多這班華人 正在武館裏練習 正在武館裏練習 可取人首級殺人於無形 不過李仲安師傅指出 現代暗氣未至於這麼厲害 很少能夠奪命 最多都是將敵人打傷 通常都不是要來做一個 主動攻擊的武器 通常要來 要是製造機會給我 去進攻對方 或者我想逃走 臨走之前我扔他一下 走出去 對方要避你暗氣的時候 你就多個機會逃走 通常是這樣用的 中國暗氣最少有二千多年歷史 早於戰國時期 死時專注殺死吳王寮所用的魚長劍 以及驚魔用來刺殺秦王的匕首 都是中國古代著名暗氣 三國時代有一種短小 但威力強大的暗氣手擊 董卓就曾經用來偷襲呂布 還差點得手 幸好呂布閃得快被割了 東吳明像宣冊 就是精於用手擊向敵人施襲 宋朝時候呂真、薛丹等北方遊牧民族 為了與中原漢人打仗 發明了很多騎馬時候使用的暗氣 包括飛爪、背露、泥花槍 效果都不錯 元朝蒙古人就更將暗氣充分運用 像短錶槍、套索、飛刀、乾坤圈等 當世政歐洲的時候 暗氣往往令到用慣長槍彎刀的西方武士 招架不住心有儀貴 明朝從清朝是中國武術發展高峰期 暗氣也由軍隊作戰進入民間 特別是清朝,暗氣非常盛行 當時的暗氣分為四大類 其中兩類現在極少使用 差不多受到淘汰 包括用牛角或竹筒噴蜜藥或毒藥 以及用綿繩製成網狀暗氣 使用時類似拋殺魚網般 將繩索鋪開、右箱耳下掏著敵人 其餘兩類清代暗氣流傳到現在仍然在用的 包括有手襲暗氣和機射暗氣 好像飛刀就屬於典型的手襲暗氣 古人常用雙刃鋒利的紐葉刀 刀身長約二十厘米、冰長四厘米、重八兩 不過在加拿大都很難找到紐葉刀了 所以目前這裡的華人已經改用餐刀作為暗氣 由於餐刀設計的原意只為進食 刀柄重過刀身 跟真正的飛刀剛剛好相反 因此拋出去就要用180度旋轉的方法 刀頭鋒利部分才可以向前直插目的物 要利用身體的旋轉、力度 如果只靠手的話 其實力度就不太猛 如果利用腰力的力度 就比較舒服很多 除了用手扔出去的暗氣之外 另一類由清朝一直用到現在的機射暗氣 當中最常見的是紐箭 古時紐箭箭體長二十四厘米 用竹製成、纏有鐵束 裝在2.5厘米口徑的鐵桶又或者銅桶裡面 緊壓著彈弓 整套暗氣裝置藏在三袖裡面 所以叫紐箭 當遇上敵人只需要啟動桶蓋的銅片 紐箭又立刻彈出去傷人 現代人練習機射暗氣 會以筷子或竹籤取代古時的奏箭 放在水喉通之內的金屬桶 又或者膠桶裡面 用手力飛著筷子或竹籤出去 又或者直接不用筒 徒手將筷子或竹籤作為暗氣 扔出去 發放手勢又現在見到這種上旋手 又稱為羊手 又或者垂下手在腰間位置 直飛出去 稱為陰手 陰手動作沒有那麼大 敵人就更加難以防備 陰手來說自己方便很多 通常如果你用上船 很容易弄傷肩膊頭 下船來說就只要轉身就可以了 手不用怎麼動 轉身之後手一放 快速飛出去 直飛出去 李仲安師傅自出 古人所用的暗氣五花八門 但很多到現在經已失傳 例如梅花針 梅花針只是在小說上見到 現實生活中 將瘦花針這麼小的針 扔出去 又要針尖向前飛出去 又這麼輕 怎麼會有力量出來呢 究竟以前有另一種方法去做 還是有發射工具去做出來呢 不得而知 因為很多都已經失傳了 所以暗氣也應該與時並進 用回現代的日常用品 當有危險需要智慧的時候 隨手拿起就可以用了 除了餐刀、筷子、竹籤之外 不用特製的暗氣 還包括匙羹和餐叉 由於屬於不規則形狀 重量不平均 所以很難一條直線發放出去 必須用旋轉的投擲方法 而且要準確地擊中目的物 也不容易 另外石仔也可以作為暗氣 輕於啤牌也可以 原來只要用食指和中指夾著啤牌角 將隻牌打橫地旋轉飛出去 就可以飛到幾十尺以外 不要用鼻力 只是用鼻力 有些像洗完手 伏水那一刻 你的手越自然 那啤牌回去的速度就越好 如果你用了全身、全手臂的力 那些力傳不到下去 因為其實那啤牌這麼輕 那些力是傳不到在啤牌那裡 如果你的手一用了力 你的手硬了 你那個伏手的細 就沒有那麼快 反而你全身放鬆了 就好像伏水那樣伏 那些力就自然會落了那隻啤牌 就會去得很遠 啤牌不單止飛得遠 速度還幾快下 敵人實在很難抵擋或逃避 被飛行中的啤牌打中雙眼 肯定會受傷 就算在15呎過外 扔一隻啤牌過來 如果你打橫看 你還會看到有啤牌飛過來 但是如果向你這裏扔過來 你根本看不到 因為那個薄片很薄 然後飛得很快 你只是感覺有一點東西 突然間由細變大 這樣已經到你了 駕駛執照、信用卡等 形狀像啤牌的扁平膠卡 同樣可以作為暗器發放 金屬片也可以 但由於金屬片比啤牌重得多 所以要用類似釘筷子的陰手發放 將金屬片打直船轉飛出去 才可以抵消地心吸力不下罪 這個練習用的厚身紙皮箱 比各種暗器插中摧殘一番之後 變得熔熔爛爛 可見暗器的殺傷力 例如金屬片如果擊中人身 有斷骨的可能 李重安師傅強調 他教一班徒弟放暗器 目的並非耗用鬥狠 又或者去暗算商人 最主要是作為健身運動 你一扔起的時候 玩得多久 就開始人熱、發汗 那些運動量出來了 所謂叫大氧運動出來了 尤以這班徒弟 以前只是從電影或武俠小說中 知道暗器 現實生活裡面從未接觸過 所以覺得暗器很神秘 學習的時候充滿趣味性 他們學了短短兩個月 已經開始有些成績 經歷和準成度明顯有進步 所以大家愈來愈喜愛練習放暗器 能夠強身建拍之外 總算有一技牌身 將來如果遇上危險 都有能力智慧解困 增加人身安全 在世界各地舉辦過不少武術比賽 通常都不包括暗器在內 所以令到暗器鮮為人知 不少男士